2021年10月24日 高我阿依塔 有同理心的人和自恋者的相互作用 传导阿依塔 译者扬声传导 亲爱的光之工作者们 亲爱的星际种子们 我们很高兴在2021年10月的这一天与你们联系 因为你们是在这个伟大时代在地球上的出色代表 人类从虚幻的错觉中觉醒 这是地球学校经验的感知欺骗 这是什么认知欺骗呢 人类是非常神圣的 我们嵌入人心的灵魂是上帝的一个面向 是上帝意识海洋中的一滴水 是上帝的爱之意识的一小部分 然而在地球上 我们被欺骗而感到内疚和羞耻 腐败的控制系统告诉我们 我们不够好 我们需要被管理并被告知该做什么 以及如何表现 我们地球上的教室的目标是克服这种编程 并学习作为我们真正的上帝圣洁的孩子 强烈而无限地爱自己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思想 受到了内疚和羞耻的控制 媒体 电视 报纸 社交媒体 都是为了欺骗我们 他们都讲述了控制系统希望我们听到的故事 我们被告知的谎言是离谱的 与真相相去甚远 他们的目的是助长恐惧 因为处于恐惧状态的人很容易控制和操纵 而这些谎言 这种不断重复的谎言 就是人类被编程的方式 重复是学习的艺术 经常重复的话 经常会被相信 这些话是针对低共鸣和沉重的声音而说的 这些声音会使听者催眠相信 我们地上的教室就是这样设立的 这个年幼的孩子出生在这个地球上 对他神圣的灵魂没有任何记忆 他就像一块可以书写的白板 然后随住他的成长 他被编程 他的父母 他的老师 他的宗教 医疗系统 以及他周围的所有人 都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 这些话在他的心里落下了烙印 他把这些话当作他自己的想法 因此 他的信仰体系得到了发展 并且从这种理解过颅气中 产生了他的想法和他所说的话语 因此 他的信念和想法甚至都不是他自己的 他们被他周围的社会烙印在他身上 他是一个自动机 滔滔不绝地说出我们可能称之为控制系统的话语和想法 并且憎恨周围那些想法不同的人 正如我们常说的 地球是神圣灵魂学习更大的爱 学习爱自己和内在神性的教室 这就是教室的运作方式 这是一种伟大的欺骗感知 他可以调和塑造来到地球的伟大勇敢的灵魂 进入更伟大的爱 从他们的灵魂本性和他们在连续一生中所拥有的各种经历 因而出生时就具有一传倾向 因为人类一次又一次地转世到这个地球上 因此 有些人天生就是自恋者 而有些人天生就是有同理心的人 自恋者无视痛苦 伤害他人的感受 事实上 他们以周围人的悲伤和不快乐为时 在某种程度上 自恋者在他们的童年时期被操纵而感到失控 因此 在成年后 他们需要控制和操纵 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自我感觉良好 自恋者对自己的重要性有一种膨胀的感觉 一种对过度关注和钦佩的强烈渴望 他们缺乏同理心 事实上 他们喜欢批评和挑剔 因为这给了他们非常需要的优越感和控制感 他们以弟兄们的负面情绪为实 另一方面 有同理心的人对周围人的感受很敏感 当其他人感到痛苦时 他们会感到痛苦 他们尽最大努力去取悦 去爱 去帮助 改善 改善所有分裂的情况 有同理心的人谨慎选择他们的话 以免引起周围人的焦虑和痛苦 同理心是爱和关怀 因此 这种对地球的欺骗感知是那些爱别人的人 以及那些只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心上的人的同情心和自恋者的相互作用 然而 有同理心的人与自恋者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他们不爱自己 这就是我们来到地球教室要做的事情 学习爱自己 爱内在的神性 我们世俗的计划 他认为我们是有罪的 认为我们应该感到内疚和羞耻 我们要克服他并释放神圣意识的爱之流 这是我们灵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亲爱的光之工作者们 你们是终极的有同理心的人 有什么比你们自愿来到地球帮助人类从他自恋的编程中崛起更充满爱的呢 所以你们发现你们的人生非常具有挑战性 非常痛苦 因为我们有同理心的人认为 我们周围的人会像我们一样思考和行为 充满爱 你们生活在虐待和诋毁你们的自恋者中间 你们因为相信了他们诋毁的话而感到内疚和羞愧 你们如此试图归属 你们用爱遇到了严厉的话 你们总是试图取悦 然而 你们被如此挑剔 如此不断地受到不公平的批评 以至于你们开始相信自己不值得 你们不能爱自己 因为你们是诚实的 你们认为你们周围的人告诉了你们真相 最终你们从自恋的弟兄们的言行中汲取了你们的现实 你们对自己的悲伤和消极信念 固语有云 棍石虽断骨 但言语不能伤人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从他人的言语和判断中获取自我价值 所以不断被贬低 你们开始认为自己一文不值 你们不属于你们 你们是那么善良 那么有爱 现在 亲爱的医们 你们正在觉醒于真相 你们正在看到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情 你们正在看到人类生活的大局 你们现在知道没有发生过任何错误 因为地球是神圣灵魂的教室 可以学习对你们自己和你们灵魂所属的所有神性的更大爱 你们所经历的一切 你们所感受到的所有痛苦都教会了你们 更深刻的是爱自己的重要性 经历了地球英雄的旅程 给了你们更多的理解 增加了你们的爱伤 根据你们灵魂的愿望 你们所做的选择已经提炼了你们的灵魂 因为我们在地球上所经历的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我们的世界是有同理心的人和自恋者的相互作用 同理心频率更高 他们通常被称为老灵魂 他们正在一个无法获得爱震动的世界中 寻求爱 他们在地球上是为了克服他们程序化的内疚和羞耻 另一方面 自恋者沉浸在权力和愤怒的教训中 他们也在地球上克服黑暗程序和控制需求 突破以爱自己 他们喜欢全力胜过同情者 因为他们感觉很好 可以向周围的人发泄愤怒 并在他们无耻的谎言和操纵控制的压力下 使同情者畏缩 这就是我们来到地球上玩的游戏 有同理心的人和自恋者表现出他们的程序化行为 只要我们在程序化的信仰体系中根深蒂固 我们就会得到越来越多的痛苦教训 生活是为我们而发生 而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所面临的所有挑战 我们遇到的所有困难 都是业力法则赋予我们的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正是这些我们在前生计划中为自己计划的挑战 我们在这里要克服 每次遇到挑战 冲突 不喜欢的事件时 问问自己 我从中学到了什么 如果你们能在不喜欢的事件中看到教训 你们就会学到这个事件要教给你们的东西 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最高和最好的利益而发生的 通过克服我们程序化的反应性情绪 通过了解我们的课程并学习为我们真正的神圣存在而爱自己 我们将自己从业力中解脱出来 从我们来到这里学习的课程中解脱出来 所以亲爱的 亲爱的美好的灵魂 为最好的未来而欢呼吧 你们正在学习爱你们神圣的自我和神圣的弟兄们 因为你们都是真正伟大的灵魂 人类生活的目标是深深的和强烈的爱自己 在人的身体中实现你们的神性 了解你们作为上帝意识海洋中的一滴水的价值 那是你们真实之所示 亲爱的朋友们 要充满爱与光 当你们从尘世的编程中解脱出来 当你们找到回归统一和爱的方式时 你们知道最好的还未到来 事实上 最好的还未到来 阿依塔传导住她的高我 我们确实是有福之人 阿依塔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